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想搞点bling bling的门人都没有 可能是现在人们都喜欢低调吧 特别是我 而今天要聊的游戏本可以说是这类游戏本的极致了 那它就是月初ChinaJoy发布的小米游戏本2019款 那它有什么升级视频里自然会说 但是呢我这次想大胆一点 看它到底能不能正儿八经的来当作商务本来使用呢 先说说外观 由于没有更换新的模具 小米游戏本2019与前两代基本是一毛一样的 整机重量2.6公斤 算是C5之人的标配了 机身为全金属材质 表面做了磨砂处理 质感做工还算不错 A面依旧是小米传统的无logo设计 对于喜欢简约风格或者是DIY的用户比较讨好 那B面可以单手打开 屏幕相较上一代升级成了144Hz的电竞屏 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打RPG类型的游戏都有肉眼可见的丝滑体验 甚至能让你用了就回不去 至于屏幕素质 我们实测色域容积为106.2%的SRGB 色域覆盖为85.8%的SRGB 加上144Hz的高刷新率 算是万元内素质比较高的屏幕了 C面键盘是带有RGB背光的键盘 总算是有点游戏本的特色了 但如果你想要彻头彻尾当作商务本来用的话 你可以选择关闭背光或者是把背光调成白色 键盘左侧依旧有一排可自定义功能的红按键 这是我最想吐槽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我要按ESD键的时候 经常会悟触到隔壁的这个墙冷电 一不小心这笔记本就起飞了 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其实小米游戏版的